大家好,我是妙宝屋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机器人九号》 男主就是《机器人九号》 他一脸闷圈地从一个房间醒来 看着自己开床破度的模样 就随手捡起身旁的一个半圆形零件 万一是自己肚子里掉出来的呢 先往肚子里藏再说 随后他看到地上有具人类尸体 之后他打开窗户 到处是断屁残垣,满目疮痍 俨然是一副世界末日的标准画风 男主看到一个人影便追了出去 意外喷到了和自己一个系列的机器人二号 发明家 发明家看到男主非常惊喜 还不无法发生的男主 转了个外接生卡 安装过程中 意外发现男主肚子里的半圆零件 这不就是小伙伴们一直在找的重要零件 真是重力寻他千百度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他们就遭到了一只机械兽的袭击 不但发明家被抓走 连同那个重要零件 也一同被机械兽给顺走了 男主虽侥幸躲过一劫 却也重伤昏迷 幸而被机器人五号毒眼龙发现 并把他带回了组织的避难所 爆炸伤口 避难所里 还有机器人一号领导者 和八号大仪式 以及长年待在角落画画的六号艺术家 领导者开始跟男主讲解来龙去脉 原来多年前 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最后 机器人用毒气消灭了全人类 战争结束 世界开始归于死寂 只剩下那只机械兽 还在四处搜捕小机器人 成为小机器人们最大的威胁 领导者自告奋勇 带领大家怂在避难所 等待机械兽电池耗尽 简单说 就是猥琐发育不准了 但是 在你们这种黑科技满天的世界里 自动充电 也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对吧 因此 男主对领导者的策略不敢苟通 坚持要去救发明家 领导者却明明禁止大家 主动上门去送外卖 无奈 男主私下劝收毒眼龙 和自己一起去机器人工厂 营救发明家 毒眼龙架不住男主一顿倒闭工事 便陪他一同来到工程 找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发明家 趁机械兽正在研究 如何把半圆零件插到卡槽中时 男主努力敲锁救发明家 但动静太大 成功引起了机械兽的注意 并惹毛了他 三个战武渣明显不是机械兽的对手 眼看就要抱团见上帝的关键时刻 机器人7号 武士的机师出现 轻松解决了机械兽 救下了大家 终于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 却没发现 一旁的男主已经开始作死 他拿起凋落在地的半圆零件 就往卡槽里插 所以不惹事的基本素质 就是不要手痒 不要看见什么就往里面乱插 搞出事情你未必付得起责啊 发明家意识到 这下娄子给捅大发了 他奋力推开男主 自己却被零件发出的绿光 吸走了灵魂 对 别怀疑 成金的东西都是有灵魂的 而失去灵魂就只是一对零件 男主捡的半圆零件 激活的正是机械兽的升级版 机械巨手 这家伙的主要技能就是吸魂大法 现在这庞然巨无 就不是靠一腔热血灭的掉的了 男人一路逃命来到了武士的避难所 里面还有双胞胎机器人 三号和四号 他们都是因为不满领导者的同志 才跑出来自行组团 同时 三号也更详细地给男主科普了 人类惨被灭的全过程 原来 正是人类中的一个科学家 制造了那台机械巨手 这是一种能自行制造 其他机器人的智能机器人 如中是让社会进入自动化机器时代 为全人类谋复制 然而 贪婪的总理却把这项科技用于战争 最终导致机器人全面倒戈 把人类当做了亲体对象 男主把激活机械拒收的半原零件 画给大家看 独眼龙一眼认出 这是六号艺术家常常画的图 于是 男主和独眼龙溜会去 想找艺术家问问解决制法 却不小心被八号大力士所抓 领导者得知男主干的蠢事 和男主吵了起来 正当两人差点打起来时 一个机械飞行怪闯了进来 大开杀戒 危机关头 武士再次出现 给大家序了一命 但这次的飞行怪等级更高 不太好嫩 可任凭再厉害的怪物 兜兜不过主角光环 最终惨被KO 不过 引导者苦心经营的避难所 也在战斗中化为灰景 他们集体夺去了武士的避难所 然而 机械巨兽利用发明家的尸体凝件 造了个蛇行怪 打斗中掳走了武士个大力士 大家不顾引导者的反对 决定主动出击 不再坐以待毙 于是 集体去机器人工厂准备救人 男主单枪匹马杀了进去 救出了还没被吸魂的旗号之后 大家齐心协力 用汽油桶 炸掉了机械巨兽的工厂 正在大家以为万事大吉 Happy Ending时 机械巨兽却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被彻底激怒的他 冲出来收割了独眼龙和艺术家的灵魂 男主听从艺术家死前的遗言 独自回到了自己醒来的地方 在那具尸体旁 他找到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科学家留给他的视频遗言 他告诉男主 自己的机械巨兽因为没有灵魂 他就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因此容易受到使用者的影响 总理把他夺走用于战争 他就一心想着打仗 那时科学家才明白 机器人也是需要灵魂的 所以他才制造了九个小机器人 并把自己的灵魂通过半原零件 转移进这些小机器人体内 他们也是这世上仅存的人性 只有大家和半原零件相结合 才能守护未来 男主恍然大悟 并回去告诉了 正在和机械巨兽对战的同伴们 他们需要夺回半原零件 他计划用自己当幼儿 让同伴们在机械巨兽 吸自己灵魂时 趁机去拆下他身上的半原零件 但在最后时刻 领导者选择牺牲自己代替男主 男主便趁势拔出零件 并最终激活零件 变成武器 把机械巨兽给打成废品 取得最终胜利后 男主释放了被关在半原零件里的 五个小伙伴灵魂 让他们化作绿光 飞向天际 所以最后 整个地球都是四个小机器人的了 那他们还真是棒棒的哦 好了 就这样 我是一只常年吃狗粮的猫 喵